对错过了这个学年或者学期 但仍然希望留学加拿大的学生 加华移民留学中心提供了一些宝贵留学信息 留学签证共分为三种 分别是普通学习许可证签证 学习植入计划和学生合作计划学习许可签证 普通留学签证是以学生将在加拿大 就读每年3万加币计算的资金担保作为基础 资金担保需要有至少一年的存期 和其他类别的基金超过一年的交易记录 申请者需保持存款的正确来源证据 此笔存款的积累是能够清楚说明来历的 SPP计划是适合在课程开始前24个月内 取得平均分不低于5.5分的雅思成绩 无需资金历史 但仍需要担保单 另外 申请者需由加拿大参与此项目的金融机构 出具金额为1万加元 可负担申请人在家第一年生活费用的担保投资证 和向所申请的学校交付第一年学费的收取证明 SPP计划目前与中国区域合作的学校共有49所 SDS计划的要求是申请者艾雷雅斯需在课程开始前24个月内 取得平均分6.0分或提供领事馆认可的加拿大高中学历 或加拿大院校2加2本科项目两年课程学习的成绩单 SDS计划和SPP计划在经济的要求上不相播种 但它对于学校的选择范围更为宽广 加华移民留学中心具有无数成功案例 可提供免费咨询服务